来 没事吧 想到 我 想到我和你 黑川姨聊天的时候 每次都聊得那么开心 很高兴 川姨你不在了 我呢 一声说 你只有两年时间可以活 随时都会死 以后 再也看不懂月亮 就看不见你了 没事 别想那么多了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现在外面的病荒马乱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就过好一天算一天吧 对 你说得对 过好一天算一天 我不会放弃 我得好好活着 看这日本鬼子怎么亡国 我还得看见月亮 让你有一天变成银行家 会的 照顾我 哥 你吃这碗 老板 二位 请慢用啊 我想想你就生气 想想就生气 全看你累你 说好了赢了三把就撤了 你一倒好 非要堵到天亮 他娘 现在全完了 一分钱都没有了 待会儿回去跟妈怎么交代 你先别管妈 你先琢磨琢磨 咱们先清智饭钱吧 你鞋底不是还藏了十块钱吗 趁你没注意 也瞎住了 又打我 又打我 又打 不是 我是恨铁不成钢你知道吗 宝贝别跑 宝贝别跑 别跑 蟑螂 蟑螂啊 妈呀 蟑螂啊 喝啊 你怎么能吃蟑螂啊 菜里怎么会有蟑螂呢 蟑螂 怎么回事啊 蟑螂 菜里头的 你知道吗 蟑螂可是会吃死人的 说吧 别高点钱吧 你是刘老板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这是蟑螂 哎呦妈 关键是只有半只蟑螂 另外半只呢 在我兄弟肚子里 赔钱 你怎么跟刘老板长得一模一样 你不要给我传的钱 我听不懂呢 什么刘老板 李老板的 我不认识 说 赔多少钱 走 必须赔钱 菜里有蟑螂 你别喊啊 我赔你十块钱 十块钱 我也吃到了 一人十块二十 好好好 我们小本生意 十块钱 可以啊 可以啊 真是倒了没呢 走 走 慢走慢走啊 走 跟刘老板长得一模一样啊 来来来来来 走 走 一九三九年末 上海沦陷达了两年之久 一马儿次世界大战 并未改变特殊的孤岛状态 公共租界的管制权 仍在英美两国手中 上海局势恶化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总人口 激增至五百余万 每日都有大批难民饿死街头 但也因各地富豪的到来 使租界出现了空前的金型繁荣 一九三八年间 租界内新增四百九十一家商号 一百六十余家银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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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 大伯他怎么了 我爹他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饿饿得快不行了 爹 爹 大伯 爹 大伯 Bun 铁里 你干吧 爹 爹 你干吗 爹 爹 爹 你快吃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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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徐徐 爹 徐徐徐 爹 各位同事 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蓝妈妈 你找我有事啊 是啊 那我就先宣布好消息吧 在这半年里 我跟程老板一致认为 月亮进步很大 所以决定升他做业务部主任 真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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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主任了 唐经理 你看 这业务主任 要经常出去见客户的 要不然 先让他在银行内部 干干会计部主任 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要信任月亮 让他试一试吧 他肯定行的 好吧 加油啊 月亮 加油啊二哥 加油啊 二少爷 月亮 先坐下吧 加油 二少爷 继续 接下来呢 我要宣布坏消息了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租借 下个月开始 会新开三家银行 三家银行 在未来的半年内 可能会新增五六家 所以我们的竞争 会越来越大 兰姨 这公共租借才多大啊 能容纳得了 这么多银行吗 这些银行的老板 可都不是普通人 都是实力雄厚的 所以以后 一定会跟我们抢生意 抢客户 甚至抢人才 我希望大家 做好心理准备 打好这场仗 加油 月亮 这件衣服很好看 你穿上一定很合适的 不行不行 这件衣服 就好像 那个鸟身上的女毛一样 月亮 你看 这个颜色喜不喜欢 蓝色好蓝色好 我喜欢蓝色 来 试一下 来来来 很精神 月亮 这领带和这衣服特别搭 我给你带上试试啊 好啊 喜欢吗 那我买了送你 不要了吧 你那么穷 我去付钱 礼物可不是白收的啊 以后我们要是做错点 什么迟到啊 早退啊 你可得包庇包庇啊 程主任 我还不如包庇你啊 我还不如包庇你啊 我都跟蓝妈妈说了 以后啊 要是出去谈生意的话 我就带着你跟高玲玲一起去 那你要是把事情谈杂了 我们是不是还得扣工资啊 怎么会谈杂了呢 我很厉害的 你好 贵老板 你好 你好 贵老板 很高兴认识你 好了 月亮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跟黄老板谈得怎么样 黄老板 说他一见到我就烦 说我不会谈生意 就不谈了 二哥 你刚才跟黄老板谈什么了 才这么生气 刚才打电话说 以后再也不往咱们银行存钱了 我什么也没说 行了 没事没事 这黄老板啊 他本来就没什么意愿 在我们银行在存钱 就算你爸亲自出马 也不会有结果的 月亮 一会儿啊 你去约见一下麦老板吧 跟他谈谈这份合同 月亮 但你一定要有自信 你肯定没问题 我相信你 去吧 来 兰姨 我不赞成你让二哥去谈生意 现在租界开了这么多新银行 这竞争一天比一天激烈 这少一旦生意 就少一笔丝金哪 给月亮一点机会 让他试试吧 我知道你很疼二哥 很希望他成才 我们也想啊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连人情世故都不懂 他怎么谈啊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这事我已经决定了 对了 今天有多少人辞职 十五个 这么多 我现在要去分行开个会 你呢 好好安抚一下 今天要辞职的员工 回来我们再好好商量 该怎么办吧 好 你好麦老板 麦老板好 你好 好 麦老板我叫程月亮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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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谈 看来你们唐经理现在的架子 是越来越大了啊 他自己不来 星星和太阳也不来 就让你这个 是 是不是嫌我生意小啊 不是的麦老板 唐老板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来不了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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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随便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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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月亮 今天 你要给我三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钱 存入你们永业银行呢 在租界一共有十二家银行 比我们的利息高 那么其中有七家是日资银行 我知道 麦老板您每年都会捐钱给爱国组织 所以我知道您是个爱国的大老板 所以您一定不会把钱 放在这些银行里对吧 对对对对 看来你还是做了点功课的 接着说 另外的五家银行呢 利息高 但是风险也高 当然了 我们银行也一样有风险 比如说七年前那次 纺织业投资失败啊 我们就差一点面临倒闭 还有前一阵子 那次几题事件 也差一点让我们银行倒闭 但是呢 跟其他这五家银行相比啊 我们的综合实力是最雄厚的 所以说 我敢打保证 就算要倒闭 我们银行也是最后一家倒闭的 所以您可以放心了 你这个人真逗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自洁伤疤的人 你要是不说 我差点忘了 你们银行七年前投资失败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我们做银行的呢 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所以我们不会骗您的 你继续说 继续说 我想听听后面还有什么好事啊 我建议啊 您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里 三分之一的资产呢 把它存进银行 另外的三分之一把它换成黄金 日本人万一打进来啊 您可以马上带着黄金离开租界啊 这样比较安全 最后三分之一 您可以把钱啊 捐给爱国人士 让他们一起啊 打日本人 您看 总之一句话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不好 对对对 有点意思啊 我很少见到你这种人出来谈生意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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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月亮 你接着说 接着说 我带了一份 不对啊 这些菜掉了 应该是掉在桂花香的腿上才对 对 那为什么买老板的手脏了呢 没事没事 月亮 你接着说 没事 除非 我知道了 是你把手放在桂花香的大腿上了 你 你瞎说什么呀 我怎么会 买老板 老板 我很尊敬您的 我知道您是个爱国的人士 而且 我很想把这次的合同给签了 我 但是您把手放在桂花香的大腿上 这就有点恶心了 月亮 你要不要跟桂花香道个歉呀 月亮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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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 不 不 你别 麦老板 那你今天必须跟桂花香道歉 有 杀了 月亮 我踩了 麦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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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 您误会了 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谈什么谈 杀了吧唧的 麦老板 你不认识 今天怎么就这么几个人了 哎 小李 其他人呢 辞职了 差不多二十个 大少爷和三少爷 在会议室劝他们呢 跟我同事 我赶快去 我赶快去 你赶快去 赶快去 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们能不能先留下来 我和唐老板已经商量过了 年底一定会给大家加钱的 我们已经答应别的银行了 我们也没办法 你们就当帮帮银行 就当帮帮我 大家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你们也要知道 如果你们大家都走了的话 银行就空了 大少爷 真是对不起 要不我们赶到月底再走 您尽快招人吧 大哥 不用求他们 要走就走 好 那我们先出去工作了 不用工作了 你们要走就走 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 你们如果今天走出这个门 以后再想回来 本银行有不录用 走 你们这是吃力盘外的叛徒 太阳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呢 对不起啊各位 太阳这个人是极脾气 你们都知道的 他不是故意的 别往心里去 二哥 我说错了吗 看看这些一点良心 都没有的人 跟这些叛徒 有什么好客气的 不可以这么过分的 他们只是换工作而已嘛 又没有做伤害银行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呀二哥 小松 我问你 当时你来银行当杂工的时候 你爸爸没钱治病 是谁给你的半年工钱 是程老板 你只是小学毕业 是谁让你当上了银行的副主任 也是我们程老板 你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啊 小松没有忘恩负义 他每天都是工作到最后一个 才离开的 还有你 小赵 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可你呢 你也要走 你一个人走也就算了 还带着银行这么多人一起走 好 走 都给我滚 滚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各位 他不是有心的 对不起啊 小松 你记得常回来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说这种话呢 他们都是任任人工作的好员工啊 二哥 你懂什么 你看看他们现在一副人模狗样的 都是谁给的 都是我们给的 你从现在 银行之所以可以赚这么多钱 也是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地坐下来 慢慢说嘛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现在银行正在需要人的手 他们偏偏现在要走 你为什么老向着外人说话 将来我们的银行 要是生意不好了 不需要那么多员工了 我们也会二话不说 就把他们辞退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想问题不能公道一点呢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行吗 你脑子就是有问题 你就是个怪人 太阳 你怎么能这么说月亮呢 你们兄弟俩到底想干什么 大哥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他 今天麦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以后再也不往咱们银行存钱了 麦老板是一个大驾工人的好人 现在的 都被你给得罪了 就算他是好人 他也不能把手放在人家女孩子的大腿上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二哥 以前我对着二叔我就烦 现在我对着你我更烦 太阳说他没胃口不下来吃了 妈也说不下来吃了 那就让他们给妈熬点粥呗 我已经吩咐儿姐了 好 月亮 太阳刚才跟我诉苦 说你在银行独断独行 不但不听他的 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 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没做错 月亮你得明白 你不听得明白 凡事都要论姿排辈 你是当弟弟的 那就得听大哥的 小的怎么能逆大的的意思呢 还有 你要记住先来后到 虽然你是太阳的二哥 但他比你早进银行 也比你有经验 所以你也要听他的 唐岚 你说我说得对吗 没错 大姐说得非常对 秀巧 他们年轻的吵吵闹闹 你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别管那么多了 义飞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儿子 尤其月亮有好多事情都不懂 我这个当妈的教教他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月亮你要记住 人这辈子 最要紧的是安守本分 别以为你蓝马宠你 给了你个主任当 你就真以为自己 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那就是个名分而已 不代表你现在就有能力 胜任这个位置和角色 要量力而行 别想着拿鸡毛荡令剑 妈 月亮已经进步不小了 你要对他有信心 我的儿子我当然有信心了 多嘴 月亮 丰衣也对你有信心 多努力 大姐 二姐 吃饭吧 月亮 走 吃饭 吃饭吧 吃饭吧 莱姨 你看 光上个月 银行的存户就少了百分之二十 还有这个 今天又有十二名员工 交了辞职信 连文凤也要走啊 鞍姨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必须得给他们加工资 别的银行出多少 我们就出多少 最好再给他们多一份 不能让他们辞职 亏本就亏本吧 星星 你说呢 我觉得这样不妥 你光给这些人加薪了 那银行的其他五百名员工 他们心里怎么下 他们心里会平衡吗 要不然我们就整齐划一地 给所有人全部加百分之五 让他们看在 我们对他们的旧情上 还能继续留在我们公司 大哥 这一帮向前看的人 谁给你念旧情啊 月亮 你在想什么 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不出办法能把他们留下 但是我觉得应该开个欢送会 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走 不是 二哥 你是跟永烟银行有什么仇事吗 太阳 别那么冲动 坐下来 兰姨 你要再容忍二哥在这儿胡说八道 行 我出去 以后你们开会别找我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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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总那么急啊 太阳 太阳 月亮 你说要开个欢送会 为什么 说说你的理由 没有理由 我就是觉得应该这么做 欢送会 银行面临那么大危机 他办什么欢送会啊 难怪太阳会给他急 可是月亮一直坚持要办欢送会 也不知道他小岛瓜子里在想些什么 好 你给他办吧 要办就办 多花点钱也没关系 让那些没走的职员看看 我永远一趟有多大度 是个多将其名的东家 给他们办 这些人 就算你 这些人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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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月亮提议的 那就请月亮和各位说几句话吧 来 各位要离开我 离开我们银行的同事们 我本来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的 这么多天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一见到你们呀 脑子就一片空白了 我很想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在新的银行工作的 开不开心 老板对你们好不好 各位你们工作得辛不辛苦 其实可能你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你们每个人离开银行的时候 我都有偷偷地跑到银行门口去看你们 但是 我真的很伤心 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笑着离开的 小宋 小宋 在你转过头来看我们银行大招牌的时候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内疚 不要内疚 千万不要内疚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我知道 每天干活干到最晚的人就是你 你胃痛到蹲在厕所的地上都不肯回家 你还有什么对不起银行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爸不会怪你 之前啊太阳说 说你是叛徒 他也不是有心的 还有你们两个啊 还有你们两个啊 文凤 翠霞 我呀 我最不喜欢看到你们走的样子 你们特别没出息 都哭得稀里哗啦啦 比我还没出息呢 你们两个在我的眼里啊 都长得特别漂亮 但是一哭起来呢 就不行了 所以下次你们还要哭的时候呢 你们就想一想 你们一哭起来就变成丑八怪了 就不哭了 好不好 答应我了 各位同事啊 我们马上 就不能再常见面了 我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 我 我 月亮还想谢谢你们 月亮刚进银行的时候啊 什么都不会 特别笨 搞得大家一团糟 但大家没有一个人嫌弃我 继续教我打算盘 教我看文件 我 月亮 谢谢你 文强 谢谢 还有心仪 谢谢你了 你们都别这样了 是我们银行现在走了很多人 但是我们可以应付得来的 真的没有问题 你 现在租界这么乱 你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一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的样子 我们都懂 谁不想多赚钱呀 你们没有错 难道要等到日本人打进来了 你们和家人一起饿死在街上吗 你们没错 你们都没有错 我谢谢你们 我还有一个心愿 我想看看你们的微笑 就好像以前 你们在银行里工作 每天上班时候的微笑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但是有一次呀 我跟桂花香 我们两个 跑到酒吧去学别人家跳舞 结果人家看了以后笑话我们 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要不我给大家 跳支舞吧 好不好 我开心 聊茶 ят 早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月亮少爷 我可以回来工作吗 小苏 刚才你说什么 我想回永夜银行上班 我还可以回来上班吗 可以 当然可以了 谢谢你 小苏 谢谢你 谢谢 月亮少爷 我要回来 可以吗 月亮少爷 我要回来 月亮少爷 到回回来 月亮少爷 到回回来 月亮少爷 到回回来 月亮少爷 我要回来 月亮 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非常谢谢大家了 为了招演 我还要赚更多的钱养家 可能没办法回来了 但是我一定会经常回来 看你们的 那你要常回来看我们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好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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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让人过来 让人过来 好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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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花园 办得好 办得好 天哥 您好好看看 您见过这么大个儿的人参吗 整个人参精 比吃不吃都还粗呢 怎么有股霉味啊 不可能 不能 不能 一定是在水里泡过了 想起来了 今天上午啊 咱们躲日本鬼子的时候 咱不是不小心掉进沟里了吗 是是是 就是那个时候沾的水 天哥 您可真是行家呀 你不要废话了 这批货我不能要了 天哥 天哥 您别走啊 您是不知道啊 为了这批药材 我拿我妈的棺材本去换呢 您一句不要了 我们就得死了 二活 大哥大婶 行了行了 又来这一套了 这药我不能要了 天哥 天哥 不是天哥 天哥 天哥 你听我跟你说吗 站住 老东西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你再说一句试试啊 吓唬我啊兄弟 你出去打听打听 我是不是吃干饭啊 你吃干饭喝西饭我不管 我得吃饭 要给你 钱给我 哪钱 钱来 你还敢推我呢 站住 二活帮忙 你干什么你们 你干什么你们 给钱 别拽下来啊 你不要拽下来啊 每人帅下来啦 每人帅下来啦 警哥 警哥 你别吓唬我啊 是你自己帅下来呢 我自己帅下来呢 我自己帅下来啦 陈丽王要给你 走吧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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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想说话 就是能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起来 诸哥 来得正好 他们俩把你叔叔 从楼上推下来了 叔 叔 不是我不算的 叔叔 站住 再这么多我开枪了 别开枪了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烟衣 什么是积极 为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你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年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所有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你让我感受到最后 你本来的愿者 在今晚思诚里面 你增逐字我傻年的坚持 我开头的要死 我开头的这个感觉 你能为自己的适抵抗